現在是晚上九點半 今天要去一個洛杉磯的私人牌局打拍 Hello guys let's go 大家好我是Alan 現在剛睡醒前兩天去一個私人牌局打拍 有贏一些錢 那今天跟大家做一下在那牌局打拍的手牌分析 Let's go 那第一把牌我剛坐下沒有很久 我是在大忙的位置 那槍口是跟住5塊 然後中衛也跟住5塊 小忙是過牌 然後我在大忙看牌 我有方片的10跟方片的7 那我們這個一開始是買入500塊 然後大小忙是55 所以我們四個人看牌中間有20塊 中間翻牌來的是方片8 方片圈還有梅花4 所以我們有一個買花的機會 但是我們沒有位置 然後是四個人在一起 所以我並沒有想要去零打這個牌 那小忙是過牌了 我們在大忙我們也選擇過牌 那槍口猶豫了一下打了15塊 基本上我並不覺得他的牌很強 那中衛是氣牌小忙也氣牌 那回來換我們 我決定加住他 看他是不是真的有東西 那我加住到45塊 然後他想了一下 想了蠻久的 選擇的是跟住 那通常想這麼久 不是一定的啦 就是當時下的感覺是覺得他的牌 應該也不是很強 可能就一對8我覺得 但他跟住以後 那轉牌是來了梅花J 現在有一個後門花 後門花的機會 然後我們還是什麼都沒有 那我選擇下住了45塊 基本上我這邊45塊下住就是需要 就是想要幫他去放棄所有的 有8一對之類的牌 那當然如果他有圈的話 他通常會再跟你住 但是也沒有關係 因為他跟的話 我估計 合牌來我們也有很多牌是可以 去唬爛他的 像是 像是任何的A 任何的K 我覺得都會是可以去唬爛他的牌 然後 我 下住45塊 他想了一下蠻久的 他選擇了7牌 所以我們贏了第一個part 那我們下一手牌 一樣 我們是在大忙 槍口 跟住5塊錢 然後莊位也跟住5塊錢 小忙過牌給我 我是大忙 我有黑桃的8 跟黑桃的7 我們4家看牌 中間有20塊 那翻牌來的458 我記得是有一個 有一個黑桃的 所以我們有 一個卡順的機會 然後 跟後門花 那 小忙過牌 我也過牌 大家都過牌 然後轉牌來了黑桃9 所以我們現在有卡順 外加我們有 買花的機會 那 基本上我覺得我們的牌 還算強 大家都應該沒有什麼東西 那小忙過牌給我 我是下住了15塊 然後槍口跟住 其他人都棄牌 然後合牌來了一張10 所以我們什麼東西都沒有 所以我是選擇這邊 下住了50塊 然後 他想了一下 他跟我說 他把一對4 給棄牌了 那基本上我個人的打法 是如果我知道我在雙方 攤牌的情況下 是沒有辦法贏的話 我是蠻常會去 炸虎別人 就是去做 偷機這個動作 那 新手打牌 一開始的時候 通常 偷機 炸虎的成分都太少 我以前剛開始打牌也是 就是 都只打成牌 那 你這樣打的話 跟別人打久以後 別人就會知道說 你其實 不太會去炸虎別人 那 你的手牌就會 變得很容易 被別人堵出來 欸 別在這邊玩 走開 然後之後就 馬上有一把 是比較大的牌 嗯 這個牌是這樣 口跟住5塊 然後中衛也跟住 然後到扭前 就是 莊家右邊的位置 前面一個位置 他加住到35 莊家跟住 然後我們小忙 我們看牌 我們是KJ方片 我們也跟住 然後大忙 也跟住 然後槍口跟 中衛都跟住 所以沒有錯 我們是7個人都看牌 幾乎是 全部人都看牌 就是Family Pod 那中間差不多已經有210塊了 那翻牌來了 方片9 方片Q 跟黑桃10 所以沒有錯 我們 直接中了順子 直接中了天順 那我們當然非常的爽 但我們沒有位置 然後我們也會想要去調別人 所以這時候沒有必要領打 我是選擇了過牌 那我們大家都過牌以後 嗯 一開始加住的扭前位置的人 他下住了100 那莊家也跟了100 這個牌開始的時候 我們是差不多500塊 然後中間已經有410塊了 所以如果我要加住的話 我加住完他們跟完牌以後 我在轉牌的時候 基本上我也是要 要把所有的錢架出去 基本上就是要all in 所以我們選擇直接all in 差不多465 470塊 然後 所有人都fold 所有人都棄牌 除了裝位 他選擇了跟住 做完他翻開是 黑桃的Q 跟黑桃的4 所以他只有一個頂對 然後 然後非常 非常弱的 KICKER 然後我記得 轉牌來的時候 他還有後門花的機會 但是最後 合牌來的時候 他並沒有拿到他的後門花 所以我們就贏了那個POP 才吃 差不多有1000塊出頭左右 所以我們差不多打了兩個小時 我們已經從500塊變成有1000塊了 然後 有一把牌 那個牌是550 就是有一個 550的意思就是大忙小忙是5 然後後面有一個抓位 他直接把忙柱抓到10塊錢 所以是550 然後這個牌 槍口大家都棄牌 直到中位 他直接加住到40塊 莊家的右邊 我們說扭右 跟住40塊 到我 我有 方片的A 跟方片7 我也跟住40塊 然後 大小忙 還有抓位 全部都跟 所以我們這一把牌是7個人一起看牌 那中間已經有280塊了 翻牌來了 紅心A 紅心7 跟方片6 所以這個牌我們有頂兩對 那我們只能輸給一對6 一對7 跟一對A 那基本上我們自己有A7 所以 一對7跟一對A的機會 也是非常的少 基本上只有1對6有可能 那小忙他自己是短碼 他剩150 他就直接ALL IN了 他ALL IN了以後呢 大忙 跟住 然後抓位是氣牌 然後槍口也跟住 然後剩下的氣牌 然後又回到我 那這個時候我想了一下 中間已經有 730塊了 我差不多還有950塊 我這個時候如果加住到600塊 或者是甚至是500塊好了 我在轉牌的時候 我會剩下來差不多450塊 那中間就會有差不多已經 將近2000塊的籌碼 所以我不是很喜歡去加住到四五百塊 所以我是選擇直接ALL IN 把950塊都推進去的一個方式 因為基本上我覺得 還會有很多人是在買花或是買順 外加我打了兩個多小時 我發現這個牌局的人 基本上是 不太喜歡氣牌的 所以我覺得我現在推出去 反而比較有力 而且他們也可能覺得說 我可能是有買 是在買花 我也可能推出去 推出去以後呢 大忙是秒接 他秒接我的住馬 然後最後 你們各位可以自己看影片 我不買得送 黑的50 黑的50 牛逼 小 names 是 什麼 轉牌來了一個方片吧 然後和牌來了一個梅花J 然後合牌來的梅花J 那第二天去的時候打了4個小時輸了270塊 所以兩天加下來打了8個小時 差不多贏了1600塊 所以現在開始拍這個視頻以來 我們現在是 我們的勝率是每小時200塊的勝率 那以後也都會記錄在我的視頻裡面 那已經看到這邊的朋友們 代表你對德州撲克是有一定的興趣的 那如果你喜歡打牌 或者是有想要學習德州撲克的朋友們 都可以訂閱留言 然後更關注我的頻道